各位传媒的朋友好 今天想借这个机会 亲自把我昨天出的一些声明 为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国泰航空的行政总裁 我仅代表国泰航空 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 和社会隔盖表示 诚挚的卸议 事件发生后 我们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并于23日中午 停止实施员工的飞行任务 于23日下午完成对事件的调查 依据公司的徽章制度 于23号网已经对三维 谢氏的公众服务员予以解聘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 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 公司的徽章制度 以及道德准则的行为 国泰航空将秉持 零容忍的态度 那一次的情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未来我将亲自领导 花部门的小组 做出全面的检讨 重新检讨我们的服务流程 人员培训提升合户至上的文化 还有相关的制度 重说尊重有礼的服务形象 进一步提升国泰航空的服务品质 在检讨当中最重要的是 确保所有国泰员工 必须尊重每一个旅客 在所有的服务地区 均提供专业 而且是一致的服务 我们感谢社会各界 对于国泰航空的持续关注和监督 我们必将以此为鉴 努力为旅客提供更加满意的旅行体验 不负大家对于国泰的期望 谢谢大家